女学霸月璇在高中时期毕业的时候 以全纽约数学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同时被哈佛大学 纽约大学等多家名校录取 最终她选择的是提供全额奖学金的 维尔斯利大学和冰心希拉里成为校友 那怎样成为一名学霸呢 燕璇回答 其实并不难 俏皮的马尾辫搭配淡黄色印花蓬蓬裙 3月17号 燕璇一席小星星装扮 现实上海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 映山红座宣传 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叶璇 镜头中的叶璇光彩照人 私底下更是才华横溢 会做生意 能演戏 能编剧 在工作中我最享受的头衔是编剧 当年由叶璇主演的电视剧 第九个寡妇的编剧也是她自己 我就用了凤凰这个名字 万一这个戏播不出去呢 卖不出去呢 我就不想说所有这个字幕上都是我 导演是我 制片是我 头衫是我 编剧也都是我 感觉这公司没钱的嘛 什么都是一人干的 这一切都绝不是偶然 我是会打字打到那个电脑放在腿上 皮都烧掉一层 我都不知道 对啊 我一拿开也烫得一层薄薄的皮下来了 一搓 说到当年 以全纽约市第一名 攻克全A的成绩入读世界女校维尔斯利大学的光荣学霸史 一轩毫不吝啬分享起了她的学习心得 自律 我觉得一个是自律 有些同学可能上课不认真听 他不认真听也不参与老师的发言提问 然后作业呢回家先干点别的 再拖拖拉拉做一点 他那个时间的拉 拉得越长 你这个时间的性价比就越低 读进去的东西就越少 并学说了 只要能专注课堂45分钟 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课外的什么辅导 补习都可以统统丢一边 其次就是要会玩 苦读才初学霸 不是这样 反而是我见过的都是轻松读的 就包括我记得我当时在大学的初恋男朋友 他真的是更学霸了 他是整个波士顿区的第一名那种 就是那么多个高级学校 他还是学生会主席 很多时间在玩的 然后我看到他都不读书啊 他说其实不是的 他说我为了跟你约会 我本来放学三个小时要做完的功课 我一个小时就做完 当然啦 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严谨的态度 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 一个疏忽就可能让你名落孙山 我从小就是数学科 回家做功课都是0.5分都不能扣的 我做老爷爷会把他检查一遍 他来检查 他很细心 有一点点错都要给我指出来 所以导致我现在也是非常非常严谨 就是这样一个严谨的女孩 自从热恋以来 话风完完全全的变了 你觉得我哪里好啊 我美吗 我可爱吗 我这样让他说 然后他就会就是那种被我的逼迫下会说一些 其实我也知道 就听他说比较高兴 一旋说了 男友小莫先生的浪漫包容信任 滋养着他的小心脏 我们在网上就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然后我们见面了以后的第二天 他就把所有的钱都给我 卡也给我 两人还未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男友就主动上交了各种财产 工资卡 房产通通交由叶璇 或许是因为身在单亲家庭长大 从小缺乏父爱的缘故 男友的体贴与细致 令叶璇感到无比的暖心 我男朋友都叫我宝宝 我也喜欢他这样叫我 我就像他的小女儿一样 他就 因为他很成熟嘛 他就很照顾我 他昨天晚上给我们在北京 一家十几口 做了一桌子的菜 他昨天刚下飞机 他刚到北京下飞机给我们做的 我很感动 他其实很累 当然文明男友也有小小的不足 比如说爱吃醋 反正他就是说 不许拍那种拥抱接吻的戏这样子 他就这一个 但这也不叫缺点了 这个也很可爱的 有人说秀恩爱散得快 叶璇偏偏不信这个鞋 因为你就像算一条方程式一样 对啊 你一加一必然等于二 不可能去等于三四五的 就是你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 是不会出错的 做爱情的主导 做生活的主人 必须感叹一句 叶璇还真真是 娱乐圈难遇的 即美貌与才华为一体的棋女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